查理说,慈哥对其配对哥的成败也起着主要作用。 慈哥必须爱他的配对熊哥,否则熊哥会非常生气,他们从来不会为熊哥换配,熊哥一见到慈哥就会立刻回到哥社。 而熊哥回来之前,慈哥被关在朝乡有潮盆的一侧。 慈哥的思维方法与熊哥相同,慈哥晚上被关在朝乡中,而白天则在晒帮中,只有天气良好的时候才会允许进入那里。 作为官夫哥慈哥只适合连续三到四赛季,随后他们对熊哥的爱就会消失,甚至连对熊哥的兴趣也没有了。 为了将来作为众慈哥,他们建议将慈哥作为官夫慈不要超过两年,他们至今从来没有尝试过双官夫制。 提示,照顾好你的官夫慈哥并尽力保持他们的健康,不要认为他们毫无用处。 查理说,查理突然伸出手指说道,不要认为你只能够非官夫制,因为如果不清楚自己的好资格,你就无法预出好友哥。 这样你就只能够原地踏步,这些都要由你来决定。